Hi 大家好 我是李斐 生活在洛杉矶 玩的天产经济 昨天的日常生活视频 我介绍了一位我们在社区内发现的 宝藏级别的网球教练 很多网友又跟进回复留言 让我们了解了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有一个我们的好朋友 是我帮他买房子的客人 现在从有好朋友 他跟我说你发现宝藏了 这种是打戴维斯杯的 所以我们果断的 今天就预约了一场试课 我们来了 和强调 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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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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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 twee 进去 因此 绽然 我们的邻居朋友佳佳 都是来学网球的 我们带来领导 我们带来口罩我怕大家认不出来 Come on baby 这是佳佳的女儿 哎呦 这是Censelia 这是 她们俩也要学网球 Censelia Say hello Biona Do you want to say hello? 你看 佳佳 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她是一个很厉害的教练吗 说一下 昨天那个华裔的女生回给她的球 别管回的好不好 她都能接起来回给那个女生回的很好 就是说她不管打成什么样 人家都会以很好的方式回给她 她那个女生有的球打的明显就不好 打到她比方脚下了 我就觉得很神奇 那个球刚弹起来没做去 她就很轻松的 双一拍回回去 那个女生就刚好接到 可能是她的比赛经历比较丰富 就什么样的球也接过 就是这种小球选手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就是你练出来之后 那个跟普通人的差距特别大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羽毛球教练 是中国国家队退役下来的 她在对面那端放一个接羽毛球的桶 她从这边发球都能发进去 我跟你讲 你看你去篮球 人家是搞乒乓球的小时候 她老公是搞乒乓球的 真的 那你可以开个乒乓球教练班 这儿有没有受众人群 还是有的 不行就带老年人 我跟你讲 有 就悄悄她对面 她车库里面 人家就放了一个羽毛球 而乒乓球才天天在那里面打 这蚌被迫着的 迫着的 对面 对面 好 好 我们来吧 这蚌篇类的线 应该是双坏 双坏 行 稍等 现在卢赫斯下课了,老师拿来了更小一些孩子用的网球拍和网球网,还有这些玩具 带菲娃娜跟另外一个小姑娘Cencelya 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一条 你打算它是一个自清智的并连 held抱 Não,也行 Yes, good job How many more? How many? Yes And the next one Yes 是的 YES! Oh my grace This work okay havia residual again Ready? Mango 小心 sixty 창 Here we go Ready Yes Good job 我们觉得Lukas能在我们自己家小区遇到这样一个顶级水准运动员做教练真的是他的福分 所以我们决定有意识的引导Lukas喜欢网球这项运动 而且网球也比较符合亚裔的这种竞争和对抗状态 比如说如果橄榄球和篮球的话可能你的身体条件就很吃亏 但是网球的话像著名的世界冠军张德培 他也住在阿湾旁边的城市Coto de Casa 这个城市我之前在看房的时候有提到过 但是还没有拍过很多房子的视频 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去那里给大家拍一下 工作上面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来到了阿湾北边这个最新的社区 叫做奥特尔我之前卖过这个社区的样板间 卖过两间 有一个卖家他买了这里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 他现在因为疫情各种工作上的变化 他准备回国了 所以他要把这个房子给卖掉 那我们来帮这个卖家卖这个房子 今天只是来初始的咨询和帮卖家设计规划一下该怎么装饰这个房子 等这个房子完全布置好之后 我会用一个详细的视频给大家展示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要价非常接近它的成本价 就是他买了房子装修之后做好院子这些成本价 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对游房 好了就是这间房 我们现在进去跟卖家讨论一下装饰的事情 OK打完收工搞定 我们两位设计师美女来看过 这个屋子里的家具都是屋主次用的 每一件都很好 每一件单品都是很好的家具 不是那种很cheap的随便跳来的 但是问题在于说它可能组合起来 比如说颜色款式显得有一些凌卵 好比说客厅地毯就是太多了 这样不利于展示的效果 总体来说我们会重新设计一下 给这个房子做一个小手术 让它大变样 然后再来拍摄这座视频 这样展示的效果就会更好 之前我们帮Suppress那间房子卖的时候就是这样 它原有的家具 我们经过调整调换 然后经过软装的搭配 这一年的话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年时间的换衣散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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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